电视剧《恋与偶像》由刘东庆、崔丽娅、王子薇、周燕成等主演 《恋与偶像》剧情讲述了热爱芭蕾舞的少女 我误打误状进入娱乐公司遇到即将出道的偶像男团Mind 引发的一系列搞笑、感人、真是残酷的精彩故事 出生于传统采访世家的少女哈雷从小梦想成为芭蕾舞者 可缺少天赋的她始终被认定是飞不起来的丑小鸭 机缘巧合下她进入连连娱乐集团成为了一名女团后备练习生 遇到了即将出道的Mind男团成员街舞技能 个性张扬的队长贺连荣光、社交达人、鬼马小子猫友、性格温暖 综艺天赋过人的度望和神秘冷酷的韩雀KIM老师要求MY成员上台表演舞蹈 音响设备却突然故障 尖锐的声音刺激了荣光脑中AI芯片的不适反应 她的眼睛发出了神秘蓝光 情急之下 荣光冲向哈雷让她帮助自己离开了众人的事件 荣光的妈妈丽兹把荣光送进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而哈雷也因为蓝光开始怀疑荣光的身份 第一次考核的结果发布 哈雷意外得到了第一名 被徐子谦嫉妒 MY集体录制单曲 贤哥把队长的位置换成了韩彻 引发了韩彻与荣光之间矛盾的激化 哈雷因为考核第一名的事情 遭到了徐子谦和其他成员的嫉妒和排挤 KIM老师让MY成员和女团练习生自由配对分组练习 韩彻选了哈雷 徐子谦选了荣光 韩彻和哈雷晚上一起练舞到很晚 被荣光看到后非常生气 不小心说出自己喜欢哈雷 意识到自己对哈雷的心意后 荣光与尤依依提出分手 同时 贤哥为了掌控韩西 暗示他哥哥出车祸原因是荣光 韩西对荣光误解加深 荣光芯片再次发生故障 唤醒了他小时候车祸的记忆 在痛苦中 哈雷不失不觉成为荣光最大的精神支柱 MY来到酒吧开始录制新歌的MV 荣光和韩西在现场发生了冲突 决定以5G battle被直播放到网站公开 贤哥十分不悦 KIM老师却觉得很有意思 哈雷从网上看到了两人的舞蹈 十分触动 徐子谦和哈雷入住练习生宿舍 两人是同住一间的室友 彼此较量 晚上 荣光约哈雷见面 被徐子谦偷偷拍下 制造出暧昧照片 发给了贤哥 贤哥动怒威胁要开除哈雷 为了缓解危机 KIM老师给荣光和韩西布置了影子任务 不情愿的两人不得不如影随形 KIM老师的第二次考核开始 在哈雷宇宙大爆炸的烟雾创意下 整个小组通过了考核 可哈雷却被KIM意外淘汰 与荣光分手后 由依依去酒吧买醉 一直默默喜欢他的猫又 护送他回家时 被狗仔拍到两人拥抱的照片 并发给贤哥 想敲诈高额赎金 因被淘汰而失忆的哈雷回到家中 荣光非常担心哈雷 想尽办法摆脱贤哥的禁足令 两人心有灵犀一般 哈雷冲出家门遇到拼尽全力来找他的荣光 两人表白了心意 寒泪拥抱在一起 看到哈雷和荣光在一起的度望非常伤心 但仍然决定默默地站在哈雷身后支持他 荣光意外闯进寒客的房间 无力间发现了她是女生的秘密 寒息感到无助和绝望 女团练习生向KIM老师谈改了第二次考核的连误是源自哈雷的创意 帮助哈雷重回了连连集团 由依依约满 面临是否续约的问题 本想作为和贤哥谈判的筹码 却被贤哥设计 心情郁闷地由依依去找猫友 荣光决定帮助哈雷完成考核 共同跳一支舞 哈雷意外被极度心作罪的徐子谦弄伤 荣光却误以为是寒息所为 两人发生争执 寒息痛苦地向荣光坦白了代替哥哥的秘密 以及哥哥是因为荣光而出了车祸 荣光情绪崩溃 脑中芯片再次波动 丽兹试图说服荣光提前进行芯片重启手术 可一想到重启芯片就会失去与哈雷的所有记忆 荣光犹豫不决 寒息意识到自己身份被知晓很难继续留在男团 猫又决心保护负面新闻产生的尤依依 男团遭遇危机 贤哥威胁要解散MY 为了挖回MY组合 渡望下跪恳求贤哥 游依依的负面新闻再度升级 原来是贤哥一手策划把消息故意透露给记者 以此来要挟游依依 猫又正视了自己对游依依的感情 并联合MY成员帮助她渡过难关 荣光找到韩希 表示自己不会揭穿她的身份 韩希觉得意外又有些感动 MY成员间的关系终于有了改变 鼻子变得很温暖很团结 KIM公布了终极考核任务 要大家跳出有幸福感的舞蹈 哈雷找到荣光当她的舞蹈搭档 时间逐渐逼近荣光换芯片的手术日期 她欲将自己的秘密告诉哈雷 却始终无法说出口 MY男团开始抵制贤哥的控制 避开公司私下刻苦练习 想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并参加亚洲慢慢上典 公演开始前夕 荣光身体严重不适 神秘蓝光再次出现 紧急关头韩希帮助荣光解决危机 终于顺利完成演出 MY名声大噪 躺在医院的韩彻突然苏醒过来 这让韩希非常开心 也默默地准备告别离开 而此时贤哥却陷入纠结 荣光到医院看望韩彻 为以前轻视韩彻梦想的事情道歉 韩希与荣光可解 哈雷跟荣光相约一起练习跳舞 为了更漂亮地出现在荣光面前 哈雷笨手笨脚地开始学习化妆 韩希看出了哈雷的心思 默默帮助她 在韩希的精心打扮下 哈雷漂亮地去和荣光约会 荣光插歌打混想要向哈雷 坦白自己的秘密 却最终没有勇气说出口 徐子谦来到荣光家中 无意闯进了荣光的秘密房间 发现里面储存着荣光拍摄 记录下来的每段记忆视频 丽兹决定和贤哥订婚 却在医院无意中看到了 正在谋杀韩彻的贤哥 震惊不已 二人发生争执 丽兹心脏病发倒在贤哥面前 贤哥为了一几次心 没有出手相救 看着妈妈撑钱的各种影像 荣光泪流满面 而贤哥偶然发现 徐子谦知晓他与丽兹的子有关 两人抱着各自目的达成交易 终极考核在即 哈磊努力练习舞蹈 荣光一直陪伴左右 两人越来越默契 但荣光还是不认当面和哈磊说明一切 提前录下了影响存在 U盘里 决定在考核结束之后告诉哈磊真相 但就在考核当天 荣光却突然昏倒 被紧急送到医院做手术 哈磊得知荣光晕倒的消息 决定放弃离成功 紧一步之遥的最后机会 奔向医院 而荣光因为重视哈磊的梦想 极力劝他赶回考核现场 实现两人共同的梦想 进入手术室前 荣光将手中紧握的U盘交给了哈磊 哈磊恳求正要启程去机场的KIM老师 看一看二人一起用心准备的舞蹈 完美的舞蹈使KIM老师感动落泪 第二天 哈磊赶往医院探望手术后的荣光 却发现许子谦 抢在自己前面出现在了荣光的面前 荣光看到站在门口的哈磊 开口问道你是谁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 谢谢观看